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无人能挡的祝福 2015年一部火红的时代电视剧 《一把青》 是描述国共内在后 大时代下小人物的生活典滴 这部电视剧一举拿下 电视金钟奖多项奖项入围的佳机 能够有这么好的成绩 幕后推手当然就是 这部戏的导演曹瑞源先生 他在一次的访谈中谈到《一把青》 是他拍摄过最难拍的一部戏 因为在他准备开拍时 就遇到了资金调度的问题 而几度停止拍摄 眼看着搭建好的拍摄场景停摆在那里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 曹瑞源不断经历着信心的熬练 《一把青》这部时代剧 一开始就拿到文化部的拍片补助 这让一边筹备拍片 一边寻找资金的曹瑞源 好像打了一记强心针 然而除了这之外 接下来就完全找不到任何的资金 这是曹瑞源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 他没有想到钱成为他人生中最大的信心考验 因为自便自经还需要一亿多才能开拍 但是愿意投资参与的人却少之有少 他面临了两个选择 第一个就是宣布破产 或是产赔千万 这种进退维护的人生是他从未有的经历 而且让他严重失眠 某一天早晨醒来 曹瑞源痛苦地说出了一句话 他说 主啊 求你来 之后 他就听到一个声音说 我已经在这里了 这是第一次他跟上帝如此的亲近 而就这样 情况很神奇地从那天开始有所翻转 当晚 曹瑞源就接到某位科技公司董事长来的一通简讯 内容说 我好喜欢一把亲这部戏 可是听说你在筹备的过程遇到了一些困难 能否我们约一天来谈谈 两天后 曹瑞源就跟这位董事长见面 两个人谈不到了一个小时 这位董事长便决定投资 当然就解决了所有的资金问题 亲爱的朋友 我们一生都会遇到很多关卡 而圣经多次提到 上帝必应允公义人的祷告 因为圣经说 义人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只要你跟上帝有对的关系 你心里就会有个确据 相信上帝会垂听你的呼求跟祷告 会应允你的祷告 而另一方面 上帝的祝福也是无人能挡的 圣经里有一句话说 因为义人虽然七次跌倒 人必兴起 不论什么原因 就算有人挡你的路 扮你的脚 但只要你有上帝 并且在上帝的面前有一个对的态度 对的心 你就是对的人是个义人 上帝要给你的祝福 没有人能够抵挡 时候到了 你必定蒙神兴起 亲爱的朋友 当你拥有这样的信心 不管你所处的情况 是有多么的困难 只要你有上帝 只要你有正确的态度 就没有人能够挡得了你的路 盼望 我们都像这位导演 当他求助无门的时候 他发出了一个呼求祷告 上帝就调动了万有来祝福他 今天同样 上帝也要调动万有来祝福你 并且他要给你的祝福 是无人能挡的祝福 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更多精彩内容 请锁定FM103.3中广流行网 周一至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 由罗娟大为主持的早安Easy Go 美好的生活就在早安Easy Go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